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又來到我音樂日常的分享影片 那今天要來做一個 就是我當兵生活的 紀錄片的背景音樂 那我的想法是想要做一點 不尋常的東西 像是我昨天有打一個還蠻酷的鼓 五拍一個循環 五拍一個循環就這個 就已經比較不尋常了 那我們就先把它鼓點 把它塞到我們的音樂軟體 然後我們再塞 想辦法塞其他的樂器進去 就讓它變得更完整一些 OK 用了一陣子之後 我們的鼓聽起來就像這樣子 那我是覺得還蠻酷炫的啦 就是從我原本的 我自己打的 然後再延伸 然後再改變一些東西 聽起來就像這樣子 那我後面還有再多 兩種不同的 就是再疊更多鬼 就是更多 然後節奏更快 就是裡面塞得更滿 再另外多兩個啦 就有另外不同的選項可以讓你選擇 那這個鼓裡面我覺得最好玩 就是拍手的聲音 就是它原本是拍手的聲音 我把它改得有點像是槍聲 那我可以上網查一下 5.56的子彈 到底射出來是什麼聲音 但是我想要把它用的比較 比較我的刻板印象中 我想要呈現出的強聲 反正就用 用的還蠻 還蠻棒的 反正就加一點 Reverb 然後加一點 一些小小的東西 疊上去 就變成這樣子 超酷炫的 現在我們就要來加一些 有點比較高低起伏 我們剛剛只是一個節奏的部分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要加一點 樂器 其他樂器進去 不知道 我現在還沒有想法 就我們把我們之前的音樂庫 就是我彈鋼琴的一些想法 我們來瀏覽一下 看看有沒有什麼點子 有沒有什麼想法 可以讓它塞到這個神奇的鼓墊裡面 我也現在目前呈現一個奇怪的狀態 就是鼓單獨聽是還OK 那但是加入了我們原本的鋼琴 就我用MIDI鍵盤彈出來的東西 我就是套上去一個鋼琴的聲音 但是聽起來就 蠻糟糕的 那我就試著用各種方法 要嘛就是把原本那個 原本鋼琴的聲音 換成其他聲音 比較電子的聲音 因為那個鼓點其實 塞的還蠻滿的 那我有那個比較 拉掉一些 那個小鼓啊 跟大鼓的聲音 讓它變得比較簡單的鼓點 但是 還是聽起來蠻糟糕的 就聽起來 就是風格好像 不太能融合的感覺 就好像 鋼琴在彈鋼琴的 然後鼓在打鼓的 完全沒有就是 合作 融合的概念 所以我想說 嗯 先睡個覺 然後再想想 看看有沒有更多的靈感 因為現在我用了幾個小時 還是一頭糟 嘖嘖 睡了一個晚上 我想一想 到底我們這個音樂 到底要怎麼繼續執行下去 那我想一想說 欸 我們這個音樂其實是 主要目的是 當背景音樂 那壓在所有的聲音下面 其實會 在剪個 25到 28dB的聲音 嗯 那其實就很小聲 那 墊在整個 音軌的最下面 當背景音樂 那只剩下 最重低音的鼓聲 可能會聽得到 還有一些比較高頻的 可能到 1000K 2000K以上的 你才聽得到 其他中間的 全部都被壓掉 因為減了25 28dB 其實那些都聽不到 所以我在疊很多很多的細節 在中間好像沒有什麼批用 所以我們在想 要不要 就打算就把那個鋼琴 就直接 砍掉 或者是再從那裡延伸 看看到底 有沒有辦法 嗯 把那個高頻主旋律的部分 把那個 要嘛是鋼琴 要嘛是其他樂器 把 重稿啦 就把它讓它變得更 變化有趣啊 然後讓它變得更 豐富這樣子 因為目前就只有 呃 幾個小節 四個小節 就一直重複重複 那看要不要把它延伸 還是再讓它變更多 就試試看囉 又用了一陣子之後 這其實就 不是跟我平常的風格很像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 玩音樂當中 就這樣子 亂疊啊 然後亂加一些東西 然後嘗試不同的東西 生出來的東西還蠻特別的 這個就是 第一個 音樂組合 就是聽起來蠻酷的 原本也不是長這樣子 就是我把一個主要旋律這樣用出來 然後我們就在那裡亂拉 然後變出一些奇怪的東西 原本我的想像中是 就是用鋼琴的聲音 但是跟這個鼓 好像疊不太起來 我們就把它用了到一個 奇怪的音色 就變成這樣 那第二種 組合 就是這樣子 差不多就像這樣子 那這個也就是 一樣的音色 但是我們的旋律 就是高低起伏不一樣啦 就是 有不同的組合 那我們就這樣 拼拼湊湊 把我們的元素呢 把它放到同一個時間軸上 然後變成一個完整的音樂 那我也就稍微玩一下 就是拼拼湊湊 有點像DJ嗎 就是我覺得 欸這一段 聽起來還蠻酷炫的 然後我就把它剪下來 然後貼到某一軌下面 然後變得有點點綴 然後就是忽然 有點 呼應嗎 就是有不同的 元素 但是我把前面那個元素 截取一些東西 然後放到另外一個 不同元素裡面 就 原來像DJ嗎 只是我這個是 不是即時的 就是我在那裡 拼拼湊湊 研究了一陣子 才把它生出來 反正有一些 控啊 像固定有控 然後中間也有一些東西控 就是 東拼西湊 有些 就忽然減掉一些 然後有了些 就是忽然又增加一些東西 就讓整個 聽起來比較有變化 而不是就一直 重複重複重複 那我也多了一個 不同音色的東西上去 讓它變得有一點 空間 有一點 夢幻 然後加一點 嗯 reverb 之類的 在上面 然後讓它有一點 好像在泡泡裡面的感覺 反正不一樣 然後我也稍微玩一下那個 BPM的部分 一下是126 一下又是85左右 我覺得這兩個聽起來都還不錯 因為後面的鼓點 塞得有點滿 那85BPM就會聽起來 聽得比較清楚 到底在幹什麼 那126就會聽到 嘖嘖嘖嘖嘖 然後不知道在幹什麼 就稍微 因為音樂 樂器還滿多 那那個鼓點就會 如果126BPM的話 就會變成 一坨東西 好啦 那差不多就這樣囉 那我們就來分享一下 這一個音樂可以分成 差不多四個章節 那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章節 第二個就是有點像 預告後面這一個章節在幹什麼 但是就是比較簡單的第二個章節 第三個章節 因為像是在 在呼應前面的第一個章節 但是又多了 最後一個章節裡 有一點元素進去 像是這個比較新鮮這個橘色 跟這一個 也是把後面的東西挪過來一點點 然後最後一個章節 又是另外一個 比較high的部分 你看像 那個上面這個鼓點 第一排是鼓 這個鼓點已經把它塞好塞滿了 然後就這樣子 那我們就來試聽看看 這一個音樂應該主要就是鼓在那裡耍碎 所以這裡有空一個 然後後面也空一個 就讓鼓好像 忽然斷掉 讓它變得更有豐富一點 這裡也有一個忽然斷掉 那這邊就是直接讓它空 因為我原本是打一個比較 少的鼓點 就這樣簡單的 然後敲邊框的聲音 但是我覺得 直接拿掉好像可以凸顯 稍微凸顯一下下面樂器到底在幹什麼 我們就把直接鼓點這個拿掉 這邊就是 越塞越滿 越塞越滿 所以下面這一軌 有點像是複製這一軌的聲音 那它有點像是 增強上面讓它 就是再多疊一軌 然後讓它聽起來不太一樣 我們來solo這一段給大家聽 太空泡泡的感覺吧 疊起來就是還蠻酷的 它中間也有一些有點像是效果聲鈴這樣子 就忽然放進去一點點這樣子 讓它有點泡泡一下 然後就又繼續恢復正常 就還蠻好玩的 就這邊就讓它控嘛 因為後面有點 比較high的部分 然後我想說 因為如果原本把它拉起來的話 它聽起來好像就沒有太多對比 那我們就控一下 然後讓後面更high 前面看起來更安靜 就是原本平靜 然後讓它完全靜音 然後再更high 就讓它可以凸顯說 欸後面更high這樣子 這個就是中間穿插一個 超少古典的這一小段 然後我就把它塞到這裡 後面這裡也有一小段 就是塞進去 讓它就是不同的 鼓的密度 然後我中間再切一個這個 比較少古典的 欸這一個啦 就聽起來會比較 有分段的感覺 因為如果把它全部合在一起 你好像聽起來就 欸好像全部都鼓點很多 但其實是慢慢變多 就是讓它稍微做出一點區別這樣 後面的那個槍聲有夠high的 超渣high 然後後面這一個 就是因為 最下面這一軌啦 就是那個泡泡聲 就是因為最後這一段 因為我覺得上面一直重複這裡 一直聽太膩耶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砍掉 然後躲了下面這一個泡泡 在下面 讓它有點像收尾 讓它直接變了不同的音色 但是結果 我後面前面 原本只有要留後面這樣 啊結果 我就抵一抵 抵到前面去 就是 就是特殊效果啦 就是想要加多少 就加多少 那音樂差不多就這樣子啦 那如果想要聽完整的音樂 想要看看我到底在搞什麼鬼的話 你可以到我的頻道 應該就會有完整的音樂在上面 OK那這就好我們今天的音樂日常分享影片 大家在喜歡這影片 按個讚、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日常創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I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Σ 7 8 9 8 8 9 9 9 10 10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